尽管谁都知道李渊的这个野心 但是李渊就是不打出这反随的旗号 为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原因 谨防树大招风 你要知道当时天下是什么形势 群雄并起 逐入中原 在这种情况之下可以这么说 谁先称帝 谁先公开的反随 谁就是全天下人的靶子 隋朝那只还没有灭亡 各路的异军实力又都很强劲 不仅隋朝政府军要来打你 其他的人也会把你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 所以这阵干什么呢 最适合闷声发大财 先积攒力量发展力量 称帝的事以后再说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谨防内部产生分歧 为什么这么说呢 原因很简单 你要知道 李渊集团原本是隋朝镇守北部地区的一个武装集团 那么 此时 李渊举兵 刚开始杀这个王维和高军雅的时候 给他们的罪名是什么 大家注意 给他们的罪名是 勾结 突压作乱 而不是阻碍我李渊举兵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在密谋举兵的这个过程当中 只有小部分心腹和我的儿子们心理清楚 没有跟其他人商量过 你这个如果突然之间打出反随的旗号来 很多人心理上一时扭不过这个弯来 内部会产生分歧 所以不如我先说打出一个旗号 干什么呢 我反对的是隋阳帝 我不是反对的隋朝 你要知道这个旗号很精明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隋阳帝现在已经把国家搞得是分崩离析 天怒人怨 所以这时候你提出来 说是我反的是隋阳帝的话 你别说 好多隋朝的官员呢 都觉得合他们的心意 他们也对隋阳帝不满 但是呢 我不公开打出反隋的旗号 还要姚尊杨幼为皇帝 这就是李渊的这个精明之所在 等到我拿下长安 水到徐城以后 那个时候我再说 我称帝 恐怕也就没有多少阻力